希望大家自求多福吧 好不好 我们真的不能指望什么 我可以指望我的信仰我的神 你们有什么 你们可以指望什么 国宝级喜剧演员顾宝明 19号因为心肺衰竭逝世 今天灵堂开放亲友调宴 家人一早就现身张罗后事 张晓燕则在约末9点38分抵达 但离开时不愿多说 我感到很难过看到他的照片 我就把头别过去了 看不下去 他这么一走心里很疼吧 好像想割肉 我们应该常常开开心心的 别让他在旁边不爽 但是尽管他是那么喜欢开开心心的人 但是我跟他关系很好 所以我们总是能在一起说话 说到一些比较深 比较重的一些地方去 很贵重的一个朋友 祝他一路好走 让他好好走 宝明跟国修是非常好的哥良好 我都说他们是称之为国宝 一点都当之无愧 宝哥很喜欢打嗝 对 国修很会放屁 所以两个人叫嗝屁导演 对 国修一定会去带他的 那国修的方向感都会很好 他绝对会去跟宝哥相会的 讲得真好 宝哥也一定会很开心的 喜剧演员真的就是来服务大家的 所以他好像服务完了就 就这样离开了这样 所以让我们很多人还会 在这个时间点上 还会很想念他 虽然不舍可是 就希望他能够 活得自由自在 就像他一直 一直一直活着的样子 有一起活过 就是可惜没有 那所以 就遗憾吧 他不会被别人忘记 他更不会被我们忘记 所以对我而言 他没有真正的死亡 他是精神一直都 都一直都在 然后放在我们心里 我们觉得做一位演员 专业的演员 他就是一个标杆 是一个天花板 其实昨天看到这样的新闻 我真的是很不舍 可能觉得 他觉得自己功课已经到了 所以他就很轻松 很潇洒地走了 我刚刚跟他女儿也聊到 我觉得宝哥对子女非常好 他希望不要拖太久 让他们子女不要太多负担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宝哥 我们都很想念你 希望你在路上一路好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